半夜千万不要玩捉迷藏 小心冰了人 欢迎观看阿文说故事 五夜捉迷藏 记得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捉迷藏 但是我奶奶经常告诉我 千万不要再半夜玩捉迷藏 因为半夜太黑暗 容易早是很危险 我当场吓尿了 不要就在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 一天早上我和小崽子们出去玩捉迷藏 我说阿文呀 咱们能不能换个金方碗 老在这一个地方我都要玩兔了 阿文叹了一口气 突然想到了后山的老房子 便说道 要不咱们去后山的老房子玩吧 难人少还引地不好着 话一刚落三套下的大惊失色 那家老房子之前着过大火 听说走了很多人 后来有村民看到这走后的那些人 又把房子盖起来 咱们半夜只会不会不安全 此话一出直接吓跑两个 都赖你 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那就这样吧 咱们约好了 今晚去后山老房子去捉迷藏 很快午夜慢慢来临 我们也按照事先约好的来到了后山老屋 三人最后猜拳 决定谁当头 阿文你赤头 你快点过去 我们要藏起来了 紧接着阿文站在一棵大树前 发出了奇怪的叫铃 此时二狗跟三号正向老屋跑去 过了没多久 阿文便回头看了看 便不由的向老屋走去 一进到老屋里面 没想到比外面阴森了很多 我吓着打了个冷战 简直太吓人了 找了一段时间 终于在沙发后面找到了三号 却不见二狗的身影 我们都找了很长时间 依然找不到二狗 正当我们以为二狗回家时 不要身后传来一阵奇怪的笑声 我两回头一看 直接吓尿了 只见二狗变成了一个长发女人 对着阿文说 阿文快帮帮我 快帮帮我 阿文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不知所措撒嘴就跑 而三号却被吓晕了过去 在路上遇到了二狗的母亲 电话是就着 几乎一时说了出来 二狗妈连忙带着我 又跑了回去 后来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发现了二狗跟三号 而他两个表情非常的奇怪 二狗妈说 这是被患女人产生啊 竟来了金袍法师 见到二狗后便说 这孩子睡觉太深 能不能睡过今晚就看他造化呢 不料当真夜里 二狗就走了 我迷迷不迷地睡着了 梦见了二狗跟我捉迷藏 二狗说 这次你当人我来当头 捉完便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我被笑声所惊醒 当我弟短身 当场吓尿了 二狗干在我面前 对我说 阿文来跟我玩捉迷藏 两个关注注迷路下疑 更精彩